各位藏友大家好 今天小坤给大家介绍一件 清代康熙时期的冰煤开光的大罐 这个咱们之前要冰煤文士的瓷器呢 一般给大家介绍都是光绪时期的 今天拿这件瓷器呢 是清代康熙时期的 我们分享的知识点呢 也很简单 大概就三个方面 第一点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冰煤文士的起源 第二点呢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康熙的右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紧皮靓柚 乳皮柚 非常的润 第三点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露胎处 口部 还有底部 这是糯米胎 康熙时期的糯米胎 让大家呢 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第一点 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冰煤文士的起源 起源于呢 康熙时期 在康熙以后的各个朝代呢 均有烧制 在数量上呢 光绪时期达到了顶峰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小康 光绪的瓷器叫小康 这个光绪的瓷器啊 从这个胎质上跟右面上 还有发色上跟康熙是有本质区别的 第二我们看一下这个康熙瓷器的右面 大家看啊 这个冰煤文士 这个中间呢 是博古图开光 这个右面呢 看上去非常亮 非常的沉稳 这就是我们康熙所说的紧皮靓用 紧皮靓用 第三一点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口部和有底部的落胎处 这叫糯米胎 康熙时期的糯米胎 这是它的底部 非常的坚硬 瓷瓷 大家呢 先这样粗略的看一下 最后呢 我们把镜头啊 会给大家转过来 大家再详细的看一下 这是它的右面和底部 口部 从瓷纸上区分呢 光绪时期的瓷器和康熙时期的瓷器 它的紧实度是不一样的 光绪时期的瓷器呢 紧实度要疏松一些 康熙的呢 要紧密一些 非常的紧密 叫紧疲晾诱 这个冰梅纹饰在康熙时期 产生的时代背景呢 咱们之前啊 也给大家介绍过 大概的意思 用我们现今的白话 就是说 在清朝建立初期 也就是说江山刚刚稳定 人们呢 对于美好 生活的向往呢 斗志激情 都是非常高的 人们的拼搏精神 也是非常强的 用这种梅花比喻成人 因为梅花呢 是不畏严寒 它比喻成我们人 不怕困难 艰苦奋斗 创造美好的生活 在现如今呢 我更喜欢把这个梅花呢 比喻成我们年轻人 应该呢 对于美好生活 要充满了激情 不断的拼搏 奋斗 我们要像梅花一样 不畏严寒 艰苦奋斗 有一句诗是这样说 不经一番寒澈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 我们呢 要像梅花一样 不畏严寒 在生活当中呢 不怕困难 最后啊 我们把镜头呢 给大家转过来 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解说一下 大家看一下 它的细节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康熙冰煤博谷开光的大罐 非常难得 现在我们把镜头 给大家转过来了 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 康熙时期的右面 还有青花发色 非常的紧致 这个紧皮亮幼 非常的漂亮 这是博古文士开光 很好区分啊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是传统开门大佬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口部 这个口部呢 是糯米胎 非常的坚硬磁磁 右面呢 是紧皮亮幼 咱们镜头啊 给大家放大了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底部 这是它的乳皮肉的感觉 紧皮亮幼 非常的坚硬磁磁 非常的漂亮啊 知识呢 很简单 大家自己总结总结就行 多看一看咱们之前的视频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知识呢 很简单 最后啊 咱们再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是一件清代康熙时期的 冰煤博古开光的青花大罐 啊 青花发色 又是一流 胎质呢 是糯米胎 从它的底部和口部 咱们都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 啊 近距离的给大家欣赏了 大家呢 自己回去多总结总结 多看一看 对于呢 您学习词器是非常有帮助的 啊 如果您爱好老子气 喜欢老子气收藏的话 别忘了给小坤点点爱心和关注 您只要关注我 多看一看咱们的视频 自己多总结总结 对于您学习词器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咱们只讲干货知识 不讲简陋故事 再次感谢大家的欣赏观看 欢迎大家互动留言 欢迎大家互动留言